咦? 不錯檔的 想聽我做專門嗎? 過來 Alan Yo Yeah 這個就是我魔鬼教練Alan 無論是入行前還是入行之後 有人告訴我明慧你太瘦了 你這樣很難Cast你 或者很難有些份量的角色可以讓你做到 但我雖然瘦 但我沒有因為這個自卑 反而我懂得去想的就是 這個是我的特色 正正就是因為我瘦 我高 我穿衣服好看 我會喜歡Fashion 我會Show到自己漂亮的一面 增肌方面最困難就是跟Alan操 因為他對我期望都很高 現在跟你操這個肩膀位置 三股肌 預備了 好 預備 1 2 3 現在跟你做一個後三股肌 剛才是做中股肌 現在做一個後三股肌 讓你後肩的線條再出一點 現在幫你操脹老鼠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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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了 夠了 OK了 現在幫你做一個TRX 好 全部放進去 好 呼氣上 伸直 對 伸直 對 伸直 好 呼氣上 對 找多個封口位 對 對 現在 剛剛接到新劇 就要明顯一點 有個進展 一個星期來三次 操脹老鼠仔 很準 要推動的 這個人 推動他多些 進步 大了很多 其實我初期 我是適應到的 不只是一個星期 我過來操三次 就足夠 他說我也要自己自律 如果不吃東西 四粗難粗 都沒有意思 因為不吃東西 你就沒有營養 沒有營養 你吸收不到 就不會增磅的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體格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體格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難處 我增磅很難 他們覺得減磅很難 一天吃六餐 肝不肝心 那好像我不吸收的人來說 其實我怎樣可以 maximize自己的肌 就是不是一次過吃很多東西 可能會三個小時就吃一餐 所以由起床 吃吃吃吃 增磅有增磅的難處 好像你任吃不生氣 吃到你想吐 同樣地你想減肥的 不吃東西都是很辛苦 我覺得兩樣東西都是很辛苦 因為你就是去 step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要挑戰的話 我會想試試挑戰 再重一點的身形 但是要多些時間 盡量balance去做 好啊 不是談完就可以了嗎 當然來吧 好啊來吧 來吧 來吧